《创世纪》第十三章 阿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 以及一切所有的 从埃及上尼格夫去 阿伯兰的牲畜和金银极多 他从尼格夫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崖的中间 当初他知踏帐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祝坛的地方 阿伯兰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与阿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财物非常多 使他们不能同住一起 当时加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 阿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 起了争端 阿伯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以相憎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也不可以相憎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吧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 直到所以 都是水源充足之地 在耶和华 未毁灭索多玛 俄摩拉以前 那地好象耶和华的原子 又象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了约旦河整个平原 罗德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开了 阿伯兰住在加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镇 他漸漸迁移脏棚 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 罗德离开阿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阿伯兰说 你要从你所在的地方 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你所看见一切的地 我都要把它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要使你的后裔 好象地上的尘沙 人若能数地上的尘沙 才能数你的后裔 你起来 中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阿伯兰就迁移脏棚 来到西伯伦 万里的像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 为耶和华足了一座坛 我都要把这地赐给你